哈喽宝们,今天我们来评测来自于苏库的腮红 其实我之前做过一个美妆调研啊 说美笔、粉底和口红是中国消费者最常用的三款美妆单品 而腮红恰恰相反,是大家最不常用的美妆单品 今天这款苏库的腮红呢,官方售价达到了5500日元 只和现在的汇率人民币应该是330多人民币 但是在日本买东西是有消费税的 再加上一些运费乱七八糟的东西 到我手里是500块钱人民币 那我买了两个颜色,分别是02号花茶汁和05号柔光辉 我也想看一看究竟有没有人愿意花500块钱买这么一块腮红 这个腮红叫精彩、静岩、狭彩 一共有七款颜色,有两个颜色是2017年刚出的新品 那它上面也没有说为什么它腮红卖的这么贵 也只是说这个腮红可以层层交织 我的快递到了,等一下我去拿 我每次录视频都会有一些状况,每次都是 不是有人装修,就是手机想再不是快递到了 它的官网上也没有说它家腮红有什么比较新奇的成分和科技啊 可以打造立体感展现大人感的样彩磨灯 大人感是什么感 这个腮红包装是非常低调奢华的,然后稍微有一点点的磨砂质感 而且这个腮红7.5克,这个盒子真的好薄啊 不过这个盒子还是蛮漂亮的对吧 每个产品里面还带了一个这样的小刷子 现在我们要把镜头拉近一点 我现在脸上的一个妆容情况呢 就是除了腮红啊,修容啊,其他都已经画全了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腮红到底上脸有没有什么惊艳的效果,好不好 这个粉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吓死我了 检色度也非常非常的好 那不同于一般市面上的腮红呢 这个腮红里面是带一点点亮片的啊 哇哦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反倒有一点点像高光色啊 而不是纯粹的一个腮红 我不知道这种带闪的腮红用到脸上会不会比较过分和夸张 我们来试一下 颜色好像比较适合我的嘴唇颜色,对不对 我想要一个整体的平衡的一个妆容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啊,它还是有一点点非粉的,你看到了吗 但是考虑到它粉质这么细腻啊 飞粉可能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情况 呃,这个刷子算了吧 我先拿一把毛哥平的腮红刷 你们看到这个颜色了吗 还是看得出来差别吧 这个颜色好自然啊 我在手上试的时候本来以为是一个很闪很亮片很夸张的颜色 但是这个颜色涂在脸上真的好自然 而且啊,我其实用这个刷子这种刷子取色是很很厉害的 我这样很用力的去占 然后我涂在脸上其实是没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妆感的 它这个腮红是属于很自然很自然那种 哇哦,你现在看这两边脸其实是已经有非常明显的差别了对吧 这边脸就很苍白,然后是没有血色的 但是这边脸整个气色已经起来了 但是其实你是很仔细的看才能看出来差一点点腮红的对不对 哦,这个腮红真的厉害了 而且,而且它是有一个很自然的融合在皮肤里的感觉 诶,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为什么要头画而不是手画 重来 而且它是有一个很自然很漂亮的光泽感在脸上的对吧 好看诶,这个真的好看 我有一点点惊到了,我现在把这边脸补上了 睡觉到那扇子上的合递 就会有空的礼服 我今天拥换了,我现在呢 不是毛采取的吗 所以我感觉很久 好看 我我就会看到我 那为了让你们看清楚效果 所以我今天用的面积啊和量都是偏大的 怎么说这款腮红呢 如果你们之前看过我那个年度爱用品的视频 你们应该知道我去年最爱的腮红是那款路华龙的003 在这里啊 那市面上很多腮红都和这一块一样 不是指它碎掉了 是颜色类型都和这一块一样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气血的颜色啊 你可以对比一下这三款颜色 这两款苏库的腮红真的是很特别 市面上是找不到这样类型的一个腮红的 我觉得它更像是一款高光的颜色对不对 那这个颜色很特别 妆效也很自然 目前我觉得还可以 对不对 上脸之后那个光泽感啊 妆效啊都是属于那种又自然又特别的 所以目前来说我还是很喜欢的 天哪五百块的腮红 我怎么能这样说 不过话不能说的太早 那我今天会持续跟你们观察下这个腮红在脸上的一个持妆情况好不好 一会再来 我现在就把所有的补光灯已经关掉了 然后我给你们在自然光下看一下这个腮红的效果 看得到吗 它是有一个非常漂亮又非常特别 然后又很自然的颜色真的很好看 另外我要跟你们说的一点是 我做任何产品的测评呢都不会做定妆 如果我去评测粉底液呢我就不会做粉底液的定妆 如果我去评测腮红呢我就不会再上修容和高光了 也不会在上面低下散粉数 所以如果这个腮红能持续 我觉得四到六小时就已经非常非常不错了 那我稍微晚一点会再给你们检查一下 哈喽宝们现在是晚上八点钟 具有换装已经过了整整五个小时 这个腮红我只能说现在基本是没有了 差不多四个小时左右就慢慢的掉下去 五个小时已经是极限了 这边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现在我们正好试一下另外一个颜色 我们今天白天用的颜色叫做柔光辉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花茶汁 你们可以看到我现在整张脸妆 其实都已经花得不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空调房里家一天的原因 这个颜色好重啊 把它晕晕好 我的皮肤的颜色不太适合这种 稍微带一点点红掉的棕色啊 我刚才出去上街就穿这身 所有路上的人都在看我 无所谓啊 我是那种特别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的人 我记得上一期添加产品评浇 交来那期视频好多人来怼我 我觉得很奇怪 我做博主已经有半年了 我发现一个情况 我觉得特别特别奇怪 就是当我推荐国产产品 可能很便宜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人说 会烂脸的你不要用 如果我说一个知名的大牌 很贵的产品不好用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 你能不能客观一点 公正一点 不能因为它是大牌 你就说它不好啊 我用的很好用啊 你为什么说它不好用 很多人这样说 这是我发现一个规律 这可能里面有什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些因素吧 但是我不懂 我也不想纠结这个 就是我自己是不太在意的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其他的博主 他们会被这个事情就是伤到 你们今天听到的BGM呢 是我在网易语言音乐上找的 一个名叫做Forgateball 那里面网易音乐不是有评论吗 这个评论第一的人 说了一句话叫做 别让批评我去了你内心的声音 就是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有一百个人夸你 有一个人骂你 你会记得骂你那个人 所以希望大家看开一遍 说这么多其实就想说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我 不要跟这些人去吵 让他们说去吧 我自己都不介意 你就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浪费你的心情好吗 说回到这个腮红 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腮红的 因为它颜色真的很特别 上脸的妆效也刚刚好 是我想要的那种效果 其实是很适合亚洲人的肤色的 那而且说实在 虽然这个价格有一点点贵 但是它有7.5克 腮红是那种你永远都用不完的东西 那是很耐用的产品 所以这样算下来 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这个腮红里面是带亮片的 带闪的 如果你皮肤本身状态就不是很好的话 千万不要用这种颜色的腮红 因为这个带闪的腮红 会让你的皮肤 每一个瑕疵都特别特别的明显 另外呢 我觉得这款腮红虽然我很喜欢 如果你不差钱 你可以去买 如果你手头比较紧的话 你就不用废语情况时 不是 怎么说 就是节衣缩时的去攒钱买这款三红 这款三红没有好到那个地步 今天就是听大清美明测的全部内容了 还是那句话 遇到有人骂你 千万不要放在心上 都磨得狗死 好吗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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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